小伙伴们还记得我在过年期间挑战了一次手枪吃鸡吗 虽然没能成功啊 但是也展现出了我强大的实力啊 你们看到我身上背的两把枪也应该知道啦 今天我挑战的就是有喷子吃鸡 你们别不信啊 待会儿就让你们看看我喷子的实力 刚刚255方向好像是有那么两下枪声啊 可是人在哪呢 这兄弟是不是掉线了 动都不动一下的 看来真的是掉线了 感觉这消音S12K手感很不错呀 射程还那么远 喷子吃鸡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嘛 我楼下好像有脚步声啊 还以为我听错了呢 别跑 喷子是真的好用啊 真香啊 哎呀 酒吧K啊 好想拿呀 哎 不行不行 说好了咱们喷子吃鸡的 不打不打 坚决不打 就当没看到 完了 我才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这盘怎么是昼夜交替模式啊 我好像还没有夜市仪呢 哎呀 完了完了 没有夜市仪 这可怎么玩啊 黑灯下火的 难以遇到了坏叔叔 怎么办呢 能不能来个夜市仪啊 老弟 是不是来给姐姐我送夜市仪的呀 啥都没有啊 这天是越来越黑了 好害怕呀 都没有热心的粉丝 给伴家送个夜市仪啊 果然天无决人之路啊 眼前这一抹绿色 让我觉得好亲切啊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辆车 算了 那就十一路吧 你们说这么黑的天 我要是再捡个吉利福什么的 配上我这么个夜市仪 还有手里的消音S12K 往草里这么一啪 来一个杀一个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你们说 是不是啊 感觉 小小都美滋滋啊 没错 就按照这个剧本来 哎呀 怎么走到轰炸去了 没关系 我想起来了 我有口诀 可以保我不死 万八童装弓 片叶不沾身 我靠 是谁和我说的 遇到轰炸区 要念这段话的啊 是谁 给我沾出来 啊 心太崩了